醫療美容是越來越時間 可是葫蘆團體的基礎 有這麼多醫美的經濟 為發工庫在網路館長 沒有相關的產品實在沒有保障 問題也這麼多 危險事務博士只有委託他出貨 來進行醫美經濟的燃燼 也沒有強制力 民眾的關係空間都沒有保障 掛到黑鏡眼鏡真清洗的新宿舊 希望自己的皮膚 見到油麵麵白泡泡 遂到醫美經濟來一順 不過尾接大家尋問皮膚問題 都不是醫護監管 醫美越來越流行 不過求婚也越來越多 葫蘆團體統計 只有今年一月到四月 就四驚嚴重的醫美醫療出國 葫蘆團體身體也表示 醫美經濟所所使用來作品的原料 也不可以保障五年 以上是不是出問題 另外外交不是醫療機關的網站 也公開賣醫美產品 如如團體認為醫美聯商是很多 衛生素目前只有 是維頭敏感機關來進行認證 根本是欠保障 醫測會來辦理 那不是一個官方授權的 一個認證的一個制度 沒有公權力沒有公信力 那自然參加的這個醫療機構 就會很少 這個認證其實一剛開始是 由衛生署主動提出來說 成立的一個所謂的專案 就是所謂的美容醫學的一個 專案的委員會 透過這個委員會 去形成一些相關的一些 認證的一些規定跟條文 衛生素強調 認證四方都是經過 衛生素深測相對有保障 目前已經有十五間的 醫美經濟通過認證 八十二間申請當中 不過這個認證並沒有 共濟性 業者可以不參加 將對呼籲團體 所提出的醫美聯商 衛生素保障 將要求各地衛生局進行檢查 記者綜合報道